如果突变团境在海岛图进行,会发生什么呢? 粉丝提问道,这个想法很有趣啊,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吧 1.游戏人数要增加 现在突变团境在火车站进行 火车站的地图是超级小的 16个人在这张地图刚好 如果现在突变团境在海岛图进行 那么游戏人数必然要增加很多 感觉100个人都不够 最起码200个人才能玩得有趣 因为人少,跑很久都很难看见人 2.也要加入刷圈机制 如果在海岛图进行,那肯定会和经典模式一样 加入正常的刷圈机制 不刷圈根本没得玩,人类每局都能赢 而且刷圈的节奏肯定要更快 从开局就要开始刷 不然一局玩个半个小时的话 一次三局要玩到天荒地老了 3.丧尸的胜率将大涨 丧尸在海岛图会更加如鱼得水 因为除了建筑外,高点是很少的 无论是哪里,丧尸都很好上去 而且丧尸的各个技能在海岛图也会更有用 魅影的隐身将会超级强 疾风的加速在海岛图也是无敌 丧尸的胜率肯定会大涨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